戴勇格是当时曾家曾庆红和曾伟最最相信的白手套 戴勇格和当时辽宁王敏书记没去之前的那些老板们 辽宁还包括银行包括贷款包括土地 当时赵本山已经跟他混在一起了 那个时候已经整个辽宁省的商界政法界 包括辽宁省委谁当省长谁当副省长 那要不通过戴勇格和曾伟是不可能的 戴勇格作为一个哈尔滨出来的人 把哈尔滨的原来的市委副书记史文青 弄到了江西赣州曾庆红的老家 赣州就是曾庆红老家当书记 史文青到了赣州 大家知道他这个人后来被抓以后 就连他老婆的什么侄女 包括他旁边伺机的这个女儿 没有放得过的 如果搞人家女人的时候 被丈夫发现了 丈夫被判刑 而且史文青喜欢双胞胎 一听说哪有双胞胎 就直接过去 要不听话给你钱 要不就把你爹妈抓了 让你肃以就范 这是有名的 一年365天 350天 350天在北京陪着曾伟 在US联邦公寓 那么在那个US联邦公寓里边 其中最多的人叫什么呢 就是戴勇格和史文青 那时候的苏焕章 王阳等人 辽宁帮 那到北京去通过戴勇格 建了曾伟 那像亲爹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